2022創意台中及鐵道217活動 28號在台中火車站附近的 綠空鐵道南端熱鬧登場了 那麼今年活動就以跨域混搭為主題 有特色展監 戶外裝置 以及是文創市集 就是要展現台中的傳統與現代 過往與時尚的混搭風貌 2022創意台中及鐵道217 歡迎台台中 小朋友們一字排開 手上拿著用花材跟壓克力水彩 製成的植栽畫空作品 展現出滿滿的創作能量 創意台中站不站 站 精心製作的作品 化身成令人驚豔的打卡熱點 這裡是鄰近台中火車站的 綠空鐵道南端 今年活動以跨領域作為主題 結合了特色展監與戶外裝置 要展現台中的傳統與現代 過往和時尚的混搭風貌 那這一次呢 我們就找了一些新的創作者 然後跟一些傳統產業的人去合作 然後去看說可不可以有一些新的火花 跟新的想法出現 然後這就是我們這次展覽的精神 台中有許多傳統產業 這次主辦單位特別邀請許多藝術家 把廢物金改作成藝術品 展現出新舊混合的台中感 要讓現場觀眾產生不同意義的感想 所以我們把透過這樣上海豚的一個面向呢 五個展間呢 那以及我們的這個裝置藝術呢 用授覺聽覺視覺 不同的方式來做一個統整 所以大家來到這裡呢 可以感受到陶中的一個多元 有新有舊 那有在地有國際 活動將舉辦到11月6號 期間週末還會安排文床市集 民眾只要到場觀展 不只可以拿到實用小禮物 還有機會抽獎把自行車帶回家 記者綜合報導